直播把11月14日去米兰新闻网报道,AC米兰将对伊瓜尹竞赛两场的处罚提出上诉,米兰方面希望通过上诉让一族减免除对伊瓜尹追加停赛一场的处罚,让他能够出战与帕尔玛的比赛。 在对阵油文的焦点大战中,伊瓜尹在与贝纳蒂亚碰撞后被吹犯规,裁判向伊瓜尹出示狂牌,阿根廷人显然对判法非常不满,他回对裁判,主裁健壮直接出示红牌将他罚下,官方处罚之后出炉,伊瓜尹被追加一场竞赛,一共竞赛两场,将学战拉齐奥,踏尔玛。 伊瓜尹已经正式通过个人社交媒体为自己的行为致歉。